LIGA在2022年10月20日宣佈推出新版本的 SAR51.4 Steel Wim 由於反應熱烈 其實一直都很缺貨 幸好M&K Camera這次很幸運 可以拿到其中的一支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開箱文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和大家講一講這個復刻版的Steel Wim SAR51.4 一個球面的鏡頭 外表看起來其實和原版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一個很精緻的CAP 裡面有一支Steel Wim的效果和原版是非常接近的 外觀上除了是粗壯了一點之外 幸好這個生產的版本 沒有在鏡頭的表面這裡有四顆的螺絲 變成了帥氣了很多 這個新版本 除了一個Olex的Style的Hoop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類似12504的Style的Hoop 這個就是一個12504 這個就是一個鋼咀另外一個遮光罩 大家的高度是相約 也是Size 也是幾乎一樣或者是一樣 可以看到是可以拼在一起是一樣的 首先就講一講這個12504Style的Hoop 這個Hoop其實它有自己的編號的 就叫做12486的 這個可以直接扭下去 這個G鏡頭圖 這樣就可以用到 我之前也說過這個遮光罩的實際用途 是比另外一個OlexStyle的好 因為這個扭下去 就不會說撞一撞 很容易跌出來 但問題就是可能你會在想 就是我裝Filter應該是怎麼搞的呢 其實就是裝Filter 就要首先把Filter裝在鏡頭上 然後再把遮光罩扭上去 其實Lyka也有銀色或者黑色的Filter 這裏可以試一下效果 看看大家會喜歡哪一樣多些 那好像我現在拿一個 第二個品牌的黑色 純粹試一個效果 那黑色我自己就會喜歡多些 因為不會破壞了本身鏡頭 去到這個鋼咀的位置 之後就變成遮光罩的範圍 就不會將它延伸了覺得有些類罪的感覺 那我會喜歡黑色會多一點的 接著講這個OlexStyle的遮光罩 這個遮光罩也有自己的編號 叫做12487的 那這個遮光罩呢 就是怎樣用法呢 就是它這裡有一個up位的 那前後也有一個up位的 那可以呢 就是我按回這裡 它中間鏡頭有一個紅點 在一個紅點位置 對正上吸回去呢 吸下去就是了 那其實就不是吸得非常緊的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 如果撞一撞的話 其實會跌的 至於說怎樣脫出來呢 就是呢 你扭一扭它 接著呢 就拔起就可以了 可以見到呢 其實這個位置呢 有一個牙仔粒了下去的位置 而對應回這裡呢 亦都是有一個牙仔呢 是凸了出來 那所以這個呢 就是吸下去呢 靠這個 兩邊 一個凹位 一個凸位 這樣鎖住它 接鏡頭的hook 那再看回那個 那個Infinity Lock呢 這裡呢 那當你在無限遠的時候呢 就會鎖住了的 那如果你說會拍低 無限遠的時候呢 就要按一下啦 那之後就會release了 那一直推到去1米呢 那這個盡頭呢 就是1米啦 就是最近對焦的範圍 跟之前那支呢 是一樣的 跟原版呢 是一樣的 是1米的 最近對焦距離 那你當你在中間 游走對焦的時候呢 是沒問題的 但是直到呢 去到無限遠的時候呢 的一聲呢 那就鎖住了之後 就要再按回那個 Infinity Lock呢 去解鎖的 那我們再比較一下 新舊版的遮光罩啦 因為舊版呢 就只有這個 Olex的Style的款式啦 那大家都是一樣的啦 那個Style 那譬如說 裡面見到呢 有些坑紋啦 就防止內反射啦 那後面呢 也是相似的 結構呢 也是相似的 有一個牙齒呢 是咬住了那個鏡身的 也是上下呢 有一個up位這樣的 那但是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呢 兩個的Size是不同的 那變了呢 其實你說 拿原版呢 裝進去 這個伏黑板那裏呢 是裝不到的 的 相反地呢 那你把那個 伏黑板的漿罩呢 放進去 原版那裏呢 也都是擠不到的 因為原版那個Size 是小一點的 41來的 那而這個 這個 伏黑板呢 是46來的 所以吸不到下去的 那個Size 是會大了的 那再講下去呢 是看一下那個 coating方面啦 兩者呢 顏色底呢 有少少不同的 那 伏黑板呢 它那個呢 有輕微少少的 偏綠的coating 而原版呢 屬於是 比較偏藍少少 但是那個 反光程度呢 大家是 非常接近的 這樣 眼睛 肉眼看呢 其實是 察覺不到很大的分別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 新鏡呢 一定是有6-speed coat的 那這一支鏡呢 也都不例外 那原版呢 其實就 一定是沒有的 這個是沒有 6-speed coat的 那所以呢 你是一定要去選 那個鏡頭是什麼鏡頭啦 但是 今次呢 我試過用M11 就算是 現在這一刻呢 最新的frameware呢 就算你選了 是自動的話 都好啦 它是辨認不到 這支鏡頭是什麼鏡頭來的 它會自動跳下去 手動 要你自己選的 我想這個情況呢 就是因為 最新的frameware呢 依然沒有 這一支 Steelwim的資料 變了呢 它是不會自動 選擇這一支鏡頭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呢 就真的差了一點點啦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一個製造國家啦 那拉卡是一個 德國的品牌 但是想不到呢 其實 那麼久之前呢 原版的Steelwim呢 其實是加拿大製造的 那也是因為當時呢 加拿大有一些 很好的玻璃礦材啦 那但是不可以出口 那所以呢 就在加拿大呢 直接生產了之後 出口 這樣去做的 所以 早期的原版呢 其實是加拿大製造的 那現在的不用說啦 那一定是 德國製造的啦 那說了那麼多東西啦 那有一件事呢 其實我都不太滿意的 就是說 之前的版本呢 41呢 非常難找filter啦 那但是如果你不選 原裝拉卡的41mm呢 其實是找得到的 那但是呢 今次有個問題啦 就是說呢 譬如說 46mm啦 那當它扭了下去 46mm的filter之後呢 它要安裝這個 Olex style的hook的時候呢 其實是安裝不到下去的 它是頂住了的 那我亦都試過呢 用別的牌子 可能小一點的 就是這個filter呢 裝回去也好啦 那其實這個情況呢 都是一樣的 是放不到下去的 當你要裝filter的時候呢 只可以用這個 12504 style的遮光罩呢 才會用到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 浮黑板呢 只是有普通 沒有眼鏡的版本呢 那但是早期的 鋼嘴呢 其實有一個叫眼鏡版的喔 這個眼鏡版呢 就是給M3去用的啦 因為M3呢 最闊的Range Rider 可視範圍呢 是去到50mm而已 至於35mm呢 就一定要戴上眼鏡 才可以對焦 和去看回攝影的範圍的 那所以有了這個眼鏡版的出現 那所以原版呢 就有兩個版本啦 一個是普通版本 一個呢 是眼鏡版 眼鏡版呢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呢 它最近對焦呢 可以去到0.65米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優勢來啦 那你一定是說 欸 他們兩者之間 其實拍出來的影像質素啊 比較啊 會是怎樣呢 不要緊急著 那 鏡頭在齊了 那我就會拿這兩支鏡頭呢 去試一試 到底他們的影像質素啊 還有影像的效果啊 有沒有老鏡的味道啊 各方面去演繹一下這兩支的鏡頭 那你對這兩支鏡頭的預期又是怎樣呢 那歡迎你在下面的留言那裏呢 表達你個人的意見的 那如果你欣賞了影片呢 希望你給個like我啦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